谁 两位男子问道 女子冷冷说道 尽管对方抹除痕迹做得非常好 但有一点却是很难抹除 那便是轮回道 这里不管是奴隶 还是同族灵魂竞数消失 加上空间的轮回气息 很明显 对方是一位十分擅长轮回一道的强者 而像这样的强者修为 必定是在灵海境中期 甚至是后期 除了界限一方的那位 还能是谁 你是说西山 长须男子道 也就只有他 女子肯定地说道 目光森朗 可他为何要在边境灭杀一城 自然是为了修炼他的武魂大伦功法 他为了修炼此功法 足足献祭武艺奴隶 而且 皆是有修为的奴隶 很明显那还不够 趁着宁仙大人不在 于是就盯上我们的地盘 为了防止被其他人发现 连自己的族人都傻 果然如同传言那般 是个疯子 男子互望一眼 也觉得大有可能 至于异族他们连想都没想 因为现在异族奴隶最强 也是宗师静 此阶大道崩坏 此阶一族已经无法步入灵海 那现在该怎么办 长须男子问 此事先压下 等大人回归之后 再找对方算账 女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其余二人也没有意见 大人不在 他们也不敢招惹西山 更不敢招惹界仙一方 至于真正的凶手 已经逃之天天 并迅速回到了 进入此阶的位置 方尘确定 四周没有人后 再度撕开裂缝 没有任何留恋地进入其中 回到巨著宇宙 确定巡逻人并未路过 便向出口而去 裂缝外 辛安安等人虽故作平静 但心中却是十分担忧方尘安危 如果方尘被发现 并被抓住 那他就真的出不来了 其中最主辛安安和辛利斯最为交集 只是他们明白 一旦表现出来 反而会害了方尘 方尘怎么还没有出来 都好几天了 辛安安交集传音道 若非天雪经所变化的方尘 并无任何一样 他都想要冲进去救方尘了 莫及 辛利莎倒是平静 道 相信公子 爱玲也道 公子 能被预保认主 那必定是能够化险为夷 我们静静等着便是 莫要拖公子后腿 爱丽丝和辛安安尽管着急 但也只能静静等着 诸位 辛苦了 方尘的声音突然响起 让众人心中大安 紧接着 方尘身影突然出现在天雪经旁 随即直接融入天雪经中 待方尘盘坐后 天雪经也就没入他体内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你没事吧 辛安安和爱丽丝率先传音问道 方尘缓缓睁开眼睛 道 无事 也探查清楚 只是破解之法还没有想到 那该怎么办 总不能任由裂缝继续开启吧 爱玲问 倒是有一个办法 只是这个办法 必须得等到最后才能用 方尘道 什么办法 灭玉 不行 爱玲等人 连辛安安等人想都没想就否决 此欲是我等的根 若是灭了我等 与灭族并无任何区别 爱玲道 其他人皆是点头 方尘道 放心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除了这个方法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 只是这个方法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的话 那就真只剩下灭玉了 什么办法 众人问道 方尘也未隐瞒道 单凭预保是不可能将裂缝关闭 因为裂缝不断撑开 是因为两个荒废的宇宙 不断碰撞在一起导致的 就算是已经荒废的宇宙 也不是我能够动摇 那岂不是无解 血白则道 不 两座宇宙碰撞在一起 本就是十分危险 就像是我的神魔之道 并不相容 如此 两者之间必定有脆弱之处 只要能够寻到这脆弱之处 一剑斩之变 能够让宇宙崩溃 裂缝自然也会重合 方尘道 众人眼前一亮 那脆弱之处在哪 爱玲问 方尘无奈道 这正是问题所在 尽管我在里面大致推演得知大致方位 但准确位置 凭借我现在的修为 却是很难推演出来 所以我不敢动手 因为机会只有一次 失败了必定会引起警觉 如此就功亏一篑 那该怎么办 我们能看出来吗 众人有几分着急 毕竟 这可是关乎到他们的大欲和根基 方尘神色有几分浓重 啊 我是因为有预保原因才能推演 你们不是其主人 只怕是做不到 而且必须敢在宁先回来之前动手 对方一旦在 连展出这一件的机会 只怕都没有 时间紧迫 那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罗天前焦急起来 他可深知吞天族的恐怖 不想和那些眼角族般 沦为奴隶 方尘倒是平静 沉思片刻厚道 虽然我无法确定 不过 我倒是想到一人 他应该可以 毕竟当初改造天灵狱 化为妖海岩下狱 他可是出了很大的功劳 神山主 几人一口同声 除了神山主 好像也没有其他人了 可是神山主 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问 爱丽丝疑惑道 方尘道 神山主虽然死了 但凯颜天尊 一直都在 爱玲和爱丽丝 也瞬间想起 那头被神山主 关押的巨兽 是啊 凯颜天尊 跟随神山主那般久 必定知道方法 毕竟他们一切 阻止过吞天族入侵的 可是 他好像没有跟着你回来 爱丽丝道 方尘微微一笑 虽然没跟我回来 但我可以 和他直接沟通 凯颜天尊 自己跑了之后 方尘也就没有去管他了 他也明白 沈曼一世怪不了对方 对方也帮自己数次 所以也就放弃自由 没再去管 之后并未在天南域 听到消息 想必是跑往鼎域 祸害他人 而他偶尔通过神谷 也能感知到对方位置 很明显 这神谷的能力极强 覆盖的区域 竟然包括整个齐天大陆 只要方尘愿意 随时都能够联系 凯颜天尊 当然 想要控制对方的话 必须要靠近才可以 不过他能够感知到对方 对方也同样如此 按照凯颜天尊的尿性 这么快离开人静 很明显就是在躲自己 要是方尘真靠近对方 凯颜天尊必定跑得 比别人都要快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他重新闭幕 双手迅速结印 道道应爵 从双手间迸发而出 环绕周身 当所有应爵全部出现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这应爵居然化作 一个骨头的印记 方尘将手放在印记上 开口传音 喂 天尊 能听到吗 远在天边 顶欲 雷七公群山 此处乃是大能雷七公允命之地 因是被数为雾神镜大能围杀 死后怨气数万年不散 数万年过去 这里的雷霆 非但没有消散 反而是越发汹涌 形成如今绝地 常年雷霆交加 越往深处走雷霆 越发汹涌恐怖 让人望而却步 哪怕雾神镜也是如此 而在雷七公山群的地下 凯颜天尊郁闷地趴着 四周雷霆闪烁 强大如他 竟然也不敢触碰 麻蛋 不就是吞了你几个族人而已吗 居然追杀我到这里 害我被困 待我修为恢复 我一定要杀回奇枯圣族 将你们都给吞了 若是奇枯圣族 大能闻听此话 必定会开口大骂 你那是几个 拜托在后面 把一给加进去吧 如果不是数为雾神镜大能在附近 只怕死的就不止这些了 这可把奇枯圣族雾神镜大能给气坏了 追杀他三天三夜 最终逼得凯颜天尊 不得不躲入雷七公山群深处 这才躲过一劫 但就算如此 对方也不肯就这般放过他 留两尊雾神镜大能 再次不断寻找凯颜天尊的踪迹 一旦被找到 凯颜天尊不死 也得脱层皮 对此 凯颜天尊也是苦恼 虽然雷七公山群极大 哪怕是雾神镜 没个十几年 别想找到他 但十几年的时间 他可无法恢复到雾神镜修为 该死 当年跟着神山太浪了 忘记自己的脑子 没有神山好使 现在倒好 把自己逼进了绝路 凯颜天尊苦恼不已 要是真被找到 他也只能强行爆发真正的实力 但全力爆发他 又得花个数十万年 才能恢复过来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突然有一道声音 在他脑海当中响起 凯颜天尊 能够听到吗 听到这无比熟悉的声音 凯颜天尊身躯一颤 差点气息控制不住暴露出去 好在他反应迅速 立刻稳住 但额头却是见汗 我去 这家伙离我那么远 居然还能够联系到我 那骨头棒子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此刻他心中大悔不已 如此的话 日后方尘 岂不是想找他聊天就聊天 那他不就成为一个 主打陪伴的存在了 他携受的威严何存 不过很快 他眼前一亮 想到脱困之法 方尘那小子 尽管弱了些 但本事不小 给他十几年的时间 兴许能够救我 也说不定 对于方尘的实力 他还是很认可的 毕竟他跟随对方 也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对方肯来救自己 那自己 也不用到拼命的地步了 于是他立刻要回音 不过却是停了下来 不行 让那小子知道我被困了 岂不是很丢人 天灵欲被困 这里又被困 那他岂不是没有面子了 可是 不说的话 怎么让方尘来救自己 思来想去 他眼前一亮 干咳一声 做好准备这才回音 嗯 你小子 居然还能联系到我 倒是小看你了 另外一边方尘 听着特意压低嗓子 故作高深的 凯颜天尊一脸无语 他道 别装了 我这里有事情 需要你的帮忙 听到方尘寻求自己帮助 凯颜天尊眼前一亮 面带得意之色 小子 求人可不是这般求的 他高傲道 是关于吞天族的 他们又要踏入天灵欲了 你帮不帮 什么 凯颜天尊文言大怒 也懒得继续装模作样 怒道 那群狗东西 居然还敢来 方尘并不意外 从凯颜天尊 被神山主困住如此多年 出来后并没有怪对方的样子看 就知道 他与神山主感情极深 而害死神山主的罪魁祸首吞天族 他自然是 恨得咬牙切齿 说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要不要我敢回天灵欲助你 凯颜天尊道 其他事情 他或许还会刁难方尘 但这事 他必须帮 我先告知你情况 你再做定夺 方尘也并未拒绝 随即他将裂缝 包括里面的两大 已经荒废的宇宙 尽数告知他 其中有着诸多细节 说完这些后 他这才将自己的计划告知 闻听方尘计划 凯颜天尊心中震撼 这是你想了多久的计划 方尘不解 但还是回答道 自然是这几天 如此的回答 让凯颜天尊越发震惊 暗道 知道这家伙妖孽 却没想到妖孽至此 如此的计划 居然几天就想出来了 换作是我只怕 没个数十年时间 是无法想出来的 不过 想到方尘修炼的道他 也就明白了 神魔之道 倒是与这裂缝 有一曲同工之妙 虽然还是很妖孽 但也在预料之中 随即他回答道 你的办法可行 但你的推演只怕不准 方尘并不意外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寻你 你有办法吗 凯颜天尊傲然道 我若是在场 自然是能够推演出来 可惜我并不在 不过这不要紧 我传授你一门神通 你只要学习了 就绝对能够推演出来 哦 方尘眼前一亮 什么神通 此神通 乃是我被困师无聊所创 花费我足足一万年的时间 作用于双眸种 你天赋极佳 又有灵眼 想 必花个一年半载 应该是可以参悟的 一年半载 会不会有些太久了 方尘眉头紧锁 没办法 毕竟这本神通 实在是高深莫测 你能够在一年半载 就修炼好 还是在高看你三分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你只怕得花个 两年时间才行 不过这也没事 毕竟这裂缝 估计也得个 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让 物神经大能进入 所以 两年时间绰绰有余 凯颜天尊无奈道 但如此机会 只怕下次很难再有 方尘道 那也没办法 下次你再找机会便是了 凯颜天尊道 方尘沉睡片刻 长叹一声点头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行吧 把神通传送给我 好 凯颜天尊也没有拒绝 面对吞天族的事情 他都是很好说话的 于是 他通过传音的方式 开始传授神通 有骨头棒子的加持 如此的方式 对一人一一二言 是十分轻松的事情 传授 开始 请不吝点赞